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疫情监测组组长周志浩 教员是学习知识的场所 请落实防疫措施 为孩子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 请家长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 发烧或身体不舒服时 要赶快就医并且在家休息 也请大家共同配合 第一 保持教室通风 使用空调时对角要各开一扇窗 并注意环境清洁 第二 餐点分配请由固定人员执行 打赛前请量测体温 清洁双手以及佩戴口罩 第三 搭乘学生交通车或大众运输时 也请记得佩戴口罩 校园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孩子的健康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张启人 由新北市政府主办的新北市第十届 有线电视精彩奖颁奖典礼 热闹登场 后加中家新四波有线电视 融获了评审团特别奖 并以成角微光节目 获得了最佳新闻专题报道奖 而后加中家家和有线电视 则是获得了最佳新闻节目 以及新闻主播奖 八项大奖中家集团就狼瓜了四项 成为本届最大赢家 中家新闻 将和有新闻电视 大夫人新闻市长和有线电视 大夫人新闻市警察局创立全国第一套 请进模拟硬变设计训练场 利用5面投影荧幕模拟蓝锦俊 大夫人新闻市警察局创立全国第一奖家庭 要请市长为我们公布得的奖者 加油 加油 听说这个奖项请最多论论 基本最大论论 对 那这个奖项应该给报道的最关心的奖家庭 加油 加油 由新北市政府办理的有线电视精彩奖 是13家有线电视从业人员年度最大的盛会 今年特别以十年回响 有目共睹为主题 市长侯友宜在致辞时 也感谢业者们能够在有线资源下 仍以专业态度 同时抱持公共服务与关怀的精神 制作出在地优质的节目 新北市13家有线电视 在整个报道不管是在护佑环境 公卫公安治安 其实很多的议题带动新北市 所有的往前走的最大力量 所以我非常感恩有线电视对新北市的奉献 未来新北市在203年整个工程的推动 以及社会关怀这个方面 还有带有线电视给我们满满的支持 鼓励鞭策 让新北市未来会更好 侯市长也亲自颁发最佳新闻奖 给中佳Home Plus 佳和有线电视制作的中佳新闻 佳和有线电视董事长 陈焕鹏除了感谢评审团的肯定之外 也鼓励新闻团队持续坚持做对的事情 制作更好的节目内容给大家 今天是我们新北市所办的精彩奖 有线电视精彩奖 第十年 今天是第十届 大家真的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动 我们今天拿下了一个新闻的节目奖 跟新闻的主播奖 我想身为地方的媒体 地方的有线电视台 我想我们关心地方 然后我们去报导弱势也好 或是地方的文史也好 那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光明面 或是弱势的地方的话 可以报导出来让大家知道 年度最大奖 评审团特别奖 则是颁给了长期关怀弱势族群 热新地方公益服务的 新市坡有线电视 得奖者 新市坡有线电视 金采奖 金采奖很重要 就像金采奖 对地方的联制中心的同文 都是特别特别重要 因为他就是一个在外面竞争 可是自己又觉得很开心 然后如果有得奖 就觉得自己很骄傲 那我很喜欢我们的费审委员 尤其今天有徐老师还有柯老师来 老师都会再三叮咛 企业责任 社会救助 地方公立 每天地方新闻 还有专题节目 我都说老师没问题 我们一定会热情的 一直一直做下去 请问各位同文对吗 对 好 第十届金采奖最大赢家 HomePlus中家集团 将持续秉持在地媒体精神 制作最优质的节目 来服务新北市市民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日本动漫鬼灭之刃正夯 主题曲红莲华更成为了破译神曲 土城国小管乐团老师刘洋志 就编写了红莲华管乐演奏谱 让学生演出最喜欢的动漫电影主题曲 日本动漫电影鬼灭之刃爆红 土城国小管乐团赶上热潮 音乐会上演出主题曲红莲华 破译神曲由管乐团老师刘洋志编曲 当初兴起编曲的念头 主要是听了乐团团员的建议 让他们能够演奏喜欢的动漫主题曲 并且安排cosplay 让小孩装扮成主角 增加表演的临场感 红莲华它是那个动漫 就是鬼灭之刃的主题曲 那也是学生就是跟我说 然后这首很红 然后我就去听 我觉得还蛮好听的 而且动漫也还蛮好看的 那所以我就想说 既然学生喜欢我就改变这首歌 那让学生可以用管乐团的方式来演奏 那其实效果还蛮好 他们都很爱这首歌 那也很愿意演奏 当初老师在编出《红莲花》的时候 我就很想吹它 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鬼灭之刃》 就是能吹到这样的曲子 我觉得蛮开心的 我是第一次吹这种动漫的曲子 那喜欢《鬼灭之刃》吗 喜欢 有去看电影吗 有有有去看 刘老师说去年编《鬼灭之刃》主题曲《红莲花》的时候 台湾还未贩售管乐演奏谱 大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编谱 而乐团除了演出比较正式的曲目之外 他个人也很喜欢编写时下流行歌曲 像是网路爆红的黑人台湾舞 让学生演出 增加对各式音乐的敏感度 同时也希望借此号召 更多喜欢音乐的孩子加入乐团 因为我觉得《鬼灭之刃》 就是除了既定的一些经典的曲目 我觉得也可以跟时事结合 那现在流行什么歌 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谱 那干脆我就想说自己编 让孩子更有兴趣 也可以让听众会觉得说 就是这首他有听过 会有就是共鸣这样子 那所以我觉得每年我都会帮学生 那依据他们的程度 然后还有一句编制 我们来就是编一首当年流行的歌曲 例如说像去年的《雪猫叫》 或像今年的《鬼灭之刃》之类的 演出《鬼灭之刃》主题曲《红莲华》后 刘老师并完成了另外一首歌曲《岩》的编曲 让学生演奏更多的动漫歌曲 另外土城国小馆乐团更是音乐比赛的常胜军 将近20年的时间蝉联特优 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音乐竞赛 包括今年人士以特优成绩拿下了全国赛的入门票 延续过去的好表现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位于新北市中河区志强公园内 有一座不起眼的水泥建筑 其实它是新北市的市定古迹 建于1933年的瑞税配水池 在当时除了供应海山煤矿的洗碳用水 也供给矿工跟附近居民使用 结合了自强公园茂盛的山林 是民众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中河公所日前完成自强公园内的碎石步道铺设 让民众有更好的散步体验 但很少民众知道公园内 竟有将近90年历史的市定古迹存在 中河公所人文课客员萧米燕表示 当年这里是板桥处地 为了供水给挖矿工程以及居民使用 当时的板桥街庄长三本易信 盖了这座瑞穗配水池 1972年停止运作后 市府在2005年将其列为市定古迹 那我后面这个是那个中河的瑞穗配水池 它新建在民国1933年 那当初是板桥的街长三本易信 那它为了就是三本探矿的洗煤 寻找水源 还有提供给我们板桥居民一个干净的饮用水 所以在这个地方新建 那后来我们为了就是板桥的居民 为了纪念我们三本易信先生 那也各盖了一个那个三本市纪念碑 那这两座就是建筑物 那在民国94年纷纷都是指定为我们 新北市的市定古迹 后来居民为了纪念三本易信 特别新建一座纪念碑感谢他的贡献 中河区长赖俊达表示 未来会将公园的生态 结合古迹的人文故事 强力推动在地知识学 这个志祥公园里面 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公园 就是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历史 人文的这样的一个公园 所以未来我们在整个志祥公园 做一个所谓的休闲步道 确实步道完成以后 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 瑞穗还有三本纪念碑 然后做一个结合 让整个我们的综合的乡亲 能够认识在地的知识学 瑞穗配水池坐落在小山坡上 淫漠于茂密的树丛之中 加上告示不明显 很少民众知道这个配水池的存在 至于后续要如何发扬成为观光景点 仍有待中央与地方的合作规划 记者张玉柯新北报导 新北市议员张志豪协助社区美化环境 补助经费提供中和区 积税里绘制彩绘墙 里长实俗奉说 这项美化工程让社区有了不一样的风景 带来温馨与活力 中国区积税里巷弄中有了山剑流水 繁华丛林的公园 里民们驻足观赏 其实这是里内所绘制的彩绘墙 由市议员张志豪补助经费完成 因为本身旧居住积税里 在里长的反应下 认为如此的建设可以美化家园 也同时营造了不一样的风情 所以就争取经费促成了这小而美的 另类墙上公园 林里巷弄里面其实也是有非常居民期待 有彩绘墙的产生 那在里长他提出这样的需求之后 那我自己本身也住在这个积税里 那我们就持续来配合 那让我们林里间可以更漂亮 积税里是一个新旧建筑交错的社区 尤其是在巷弄这些公寓建筑中 绘制彩绘墙是平天的活力 就像走入流水丛林中一样 舒展了身心 的确为林里带来朝气 里长是感谢屋主的配合 及议员的经费补助完成这项林里建设 首先我们先感谢我们的屋主 他愿意让这片墙 让我们的志豪议员来画这个彩绘墙 而且画起来 你看左邻右舍的那个居民都感觉到很舒畅 看起来就身心愉快 里民们纷纷拍照打卡 张志豪议员也希望彩绘墙能带来新气象 美化社区环境迎接崭新的一年 积岁积岁 赞 赞 赞 记者刘安静 卢秀娟 新北常常报道 中华慈云慈善立生推广协会成立 营法俱乐部 周一到周五都安排了不同课程 让长辈休闲娱乐 其中乐活伸展操很受欢迎 长辈说刚开始做有一点不习惯 但是长时间练习下来 身心都获得了舒展 人变得开朗 身体也更健康了 一 二 三 四 五 躺着做抬腿运动 来自树林各地的长辈 聚集在中华慈云慈善立生推广协会的教室 一起和老师做伸展操 因为是长者要参与的 特别设计适合的动作 抬腿或是倒踩脚踏车 其实这已经都是练习一段时间的成果 长辈们就说 刚开始做还真有点不习惯 甚至会害怕受伤 但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慢慢适应了 而且身心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我们这个运动老师教的还OK 有时候很多运动都可以 伸展操什么都可以 对我们来讲都很健康 我们在家里很无聊 现在七十多岁了来这里 动健康 很开心 社团在开悟法师的创办下 希望能够协助长辈走出家门 来到社区联谊生活 因此周一到周五都会开办各项的课程 让长辈来学习 其中伸展操就很受欢迎 既能运动又可以休闲 而且是完全免费照顾长者 要做运动 老师也提醒大家做伸展操要持续每天练习 因为在社区有大伙陪伴 做起来是特别起劲 即使在家里头也可以邀请家人加入行列 共同享受这动健康所带来的快乐生活 记者刘安静 卢秀娟 新北长报道 好吃的甜点大小朋友都喜爱 位于新北市中和菊光路一家连锁甜点店 主打不加一滴水的重乳酪 以及手空派皮的布雷派 来这里的常客还会点一杯咖啡搭配享用 香醇浓厚的好味道 让人仿佛自身童话世界 走进店里精致甜点摆在眼前 聊动多少少男少女心 甜点们在橱窗里抛着面眼 好像在说快来吃我快来吃我 还在眼花缭乱不知道该选什么吗 业者大力推荐这款不加一滴水 欧洲进口顶级重乳酪 我们家的招牌就是千层 还有重乳酪还有布雷派 那像重乳酪的话 我们家的重乳酪是没有加任何一滴水 然后是用欧洲的顶级的乳酪 然后下面搭配手工的法式饼干 不只原味的重乳酪 六种口味一次排开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考量到单身贵族需求 小小一块不腻口刚刚好 我们的乳酪也非常多选择 像我们的重乳酪就有六种口味 像外面的话口味就没有那么多种 那我们家就有六种 那我们有出大的跟小的 小的话就是有的是单身贵族 那他可能一个人他也想要吃乳酪 那他就会买小的乳酪 手充咖啡搭配一块乳酪蛋糕 是陶客们的最爱 关上桌什么事都能先摆一边 谢谢您的咖啡籍乳酪来的 很期待喔 谢谢 谢谢 切成小块一次入口刚刚好 嘴巴内的温度慢慢将乳酪化开 浓浓奶香浇织着绵密口感 再喝一口咖啡 味觉的叠加完美融合 味道很浓的 而且它很绵密 几乎每个礼拜都来聚一两次 是大家的共同喜好 乳酪蛋糕好吃真的棒 我觉得它的东西还蛮绵密的 而且乳酪味还蛮重的 我们家小孩都还蛮喜欢吃的 对啊 所以我常常几乎 两个礼拜都会来买一次吧 我觉得还不错吃 还蛮推荐我朋友来买的 除了重乳酪 这里有布雷派也是不容错过 一刀切开夹着黑糖麻糬 口感更丰富 然后布雷派也是我们家的招牌 那很多客人也会点布雷派 那布雷派的话 下面是法式的手工派皮 那很多人有的人 他可能生日蛋糕 他不会买生日蛋糕 他会买我们家的重乳酪 或是布雷派 作为生日 因为他们觉得说 其实我们家的重乳酪跟布雷派 都非常好吃 好吃的秘诀除了食材天然 业者说能冻之后再解冻三分钟 就是最佳品味时机 还蛮推荐客人 其实他可以放冷冻 因为像布雷派的话 他的冷冻的口感还不错 就可以先放冷冻 然后要吃的时候 直接拿出来吃 或是稍微退一下冰都不错 那乳酪蛋糕也是 乳酪蛋糕也是 兵雅的环境搭配可口甜点 是民众休闲聊天 或是商务洽工的好去处 简单的甜点简单的生活 水泵出不简单的香浓好味道 记者我张云科新北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T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是张祈腾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